首先定义分析文件名 定义一下单元的类型 我们打开单元类型定义第二框 单击A的 来添加 我们这里选择四节点二维平面单元 下面我们来进行定义材料的属性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蒸汽管道的材料的属性 来输入RLB1 点击OK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保温层材料的属性 下面我们来建立几何模型 首先我们建立蒸汽管道的属性 我们来输入参数 来创建第一个属性 我们来订阅一下 我们来订阅一下 下面我们来把它们进行粘合 我们来选择所有的 点击OK 完成之后我们来进行对材料属性的负责富裕 首先我们来设置蒸汽管道的属性 下面我们来设置一下代言的密度 首先我们选择所有 我们单击Match 选择Tuddy的Staff 点击PigO 进行网格划分 划分完成后 我们来进行施加对流的热 对流的宽热再喝 谈出对话框 我们来输入值AP0和T0 AP1 我们来进行对话框 和T1 单击OK 完成之后我们来施加 蒸汽管道内壁对流的热交换载荷 我们将求解选项 我们将求解选项 单击OK 下面我们选择Iris永远i存盘 存盘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求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定义完成镜像路径之后 我们可以将温度场分析结果 来映射到我们的镜像路径上 我们输入TR 选择温度 单击OK 来显示一下镜像路径温度的分布的曲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选择扩展 单击OK 下面我们来显示一下镜像路径温度分布的云图 我们选择On Geometry 选择东大Solo 选择温度 这是扩展之后的显示 三维扩展的温度显示 我们取消扩展显示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获取保温层外表面上的二号节点的温度 我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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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ocation 单击X 我们输入RE 点击OK 来我们选择蒸汽管道内币节点 下面我们选择Elements 来选择一下蒸汽管道内币单元 单击OK 下面我们来定义一下单元结果参数定义多少框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选择一下单元结果参数表 选择总和 单击OK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我们来输入HT 点击OK 然后我们在命令行中来输入一下参数 来计算一下有限元分析结果与理论值的误差 输入完成后我们点击回车确定 系统就会进行分析计算 然后我们来列出各个的参数值 我们来列出各个的参数值 输入新的文件名称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单元的类型 再继续 完成之后 我们来进行定义材料的属性 我们输入R1R20L 0和30 首先建立我们蒸汽管道 然后我们来建立保温层 我们来建立保温层 我们进行赋予材料的属性 单击OK 接下来设置保温层材料属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网格的划分 我们选择4号面 来单击OK 进行施加对流的热 对流换热载盒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置求解选项 单击OK 然后进行输出控制 我选择Everything存盘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来显示一下沿镜像的温度的分布 选择Elements 选择一下Y等于0的所有的节点 来定义一下我们的路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是我们生成的路径温度分布图 我们选择TTR 沿镜像路径的分布云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输入12 选择POLO 我们在地外中输入30 然后单击OK 进行扩展的温度分布云图 进行扩展的温度分布云图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功者 杨栋梁 印旺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来获取保温从外表面上的2731号的节点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选择实体 选择面积 单击Upline 我们选择元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继续 单击OK 我们再选择Elements TableSums 选择求和 单击OK 随后谈出对话框中 我们来输入HT 单击OK 下面我们来进行命令行动 我们来输入参数 进行计算有限源分析的结果与理论值的误差 分析完成后 我们来列出各个参数值 我们来讨议中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容 小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